何苦拍摄最后的棒棒到底有多难 除开纪录片里呈现的艰苦环境外 纪录片外才是最大的困难 90后摄像张晏 干第一天都不愿意干了 当张晏第一天接到何苦的电话时 听说要拍一部计时片 第一反应就是遇到了骗子 更离谱的是何苦介绍自己市政团 几进观转业 要去当棒棒 张晏瞬间感觉这人疯了 直到两人见面 张晏才选择相信 并觉得很高大上 因为身为婚礼摄像的他每月2000元 手里也没有拿得出的作品 同意了拍摄 不过拍摄第一天 张晏就打了退堂鼓 当他扛着机器 跟着老黄一步步走进自立项53号 看到繁华的解放碑 居然还有这么破烂的地方 张晏的心越走越凉 当何苦指着房间里的板板床 告诉他住着时 张晏当场就放下了相机 表示这活自己干不了 这与他想象中的剧组生活不一样 他感觉受到了欺骗 最后在何苦的劝说下 再加上高大上的纪录片梦想 让张晏勉强留了下来 想着人人吧 也就一年的时间 可这期间的磨难还不止这些 炎热的天气 落风的房间 糟糕的火石 更令人崩溃的是 自立项拆迁后连住的地方都没有 完全是用风餐露宿来形容 过年的时候何苦翻遍了所有的食材 终于凑够了八个菜 张晏把这丰盛的一幕 发到了朋友圈上面 被眼尖的朋友发现 这八个菜全都是咸菜 张晏无数次放弃 无数次被核岛劝了回来 当拍完最后一个镜头 确定不会不拍后 张晏直接放下机器 头也不回地走了 身为巨人的何苦都快扛不住 更何况这个十几二十岁的小伙 何苦并没有怪他 反而在所有关于棒棒的影响中 明确署名摄像是张晏 就连多年后重新编制上线的电影版里 也有张晏的名字 初开张晏何苦的团队 还有一个重要的人物 那就是场机张晏 两人拍摄前就是老搭档了 当得知何苦要拍纪录片后 他毫不犹豫地选择帮忙 每天拍摄的素材都交由他整理 每分每秒他都要挨着看 几乎从早做到完 而意外的是 接下这份工作不久后 瞻眼就怀孕了 他不顾何苦和家人的劝阻 把最后的棒棒当孩子一样对待 常常会因为做久了导致双腿浮肿 在拍摄之前何苦已经从事了十年的新闻 影视工作 编制内的他做事可以用一帆风顺来形容 可当他转业当棒棒后 他尝尽了被拒绝的滋味 几乎每天都有人拒绝拍摄 甚至怀疑何苦的来历 而他们根本无法做出有力的解释 因为他们连一张正规的工作证都没有 有些雇主看见他摄像机的 扭头就走 严重影响了棒棒们的生意 原本以为拍摄最后的棒棒已经够难了 没想到下一步更难 这天我收到了一段 关于何岛长达半个小时的电话录音 在这一个我才真正明白何苦的难处 何苦你这又是何苦啊 三年前何苦感受到了社会的改变 与最后的棒棒不同 如果前者是一个时代的背影 那么后者正好迎面走来 何苦在面对时代变迁时 总想用镜头记录下来这一刻 随后与战友自掏腰包投入几十万 开始记录被大女孩走入山村养蜜蜂的创业故事 然而原定一年的拍摄计划 随着拍摄深入 何苦发现这不是一个个例 反而是一个群体何苦干脆就改变了素材内容 打算拍一部剧作追山人 这一拍就是三年 从刚开始富足生活渐渐到了资不抵债 最终制片人呈受不了压力 在花光所有集许后 迫不得已选择去企业上班 对于同样是军人出身的战友 何苦找不到挽留的理由 可何苦不甘心 他节约所有能节约的钱 做轻轨会为了节约一块钱提前下站走到公司 晚上加班方便面试主持 对于吃方便面来说 我是非常有心的体会 我能吃出那种很美味的感觉 有何苦的影迷从制片人那了解到剧组的困难 表示愿意投资 制片人长输一口气 他终于鼓起勇气给何苦说 现在资金困难解决了 他可以离开了 但何苦最终放弃了这些投资 他主动给投资人说 现在连制片人都走了 不要再投钱进来 我不敢要这些投资 我宁愿再去借钱 可制片人走了还不算完 身为主角的北大女孩因为蜜蜂死亡 看着风箱被烧掉 他动摇了 何苦和主角北大女孩产生分歧 争执不下时 甚至把器材都撞到了车上 准备放弃拍摄 就在即将离开的那一刻 双方都杀住了车 认真地谈了谈才把矛盾解决 然而资金一直是个问题 而这一切的源头在这个男人身上 这是2020年的除夕夜 何苦和制片人几人在深山里躲债 就着篝火和烤馒头度过了除夕夜 这一切都源于这个叫龙七的男人 他原本是亚洲峰会的创始人 村里的首富一夜间就变成了首富 七夜也变成了七娃 龙七也因此欠上巨额债务 天天被人追着还债 在龙七被债主逼得差点跳窗的时候 何苦表示不能见死不救 开始何苦以为龙七只是暂时的困难 因为龙七废旧的山庄就要拆迁了 只要山庄一拆 马上就有钱了 于是放心地把钱借给了他 其中不仅有巨组的经费 还有何苦找朋友借的一笔钱 也转借给了龙七 何苦至此陷入了三角债之中 谁料拆迁工作推进缓慢 不仅居住陷入困境 何苦向朋友借的钱也不能按时归还 拉月二十几了还在山上躲债 因为答应年笔还钱 除夕夜也不敢回家 只有去找龙七还钱 两人在寒风中瑟瑟发抖等着龙七 始终不敢上车开空调 因为他们已经没有钱加油了 可让何苦苦笑不得的是 那天晚上不仅没有等到还钱 龙七还把车上仅有的干粮都吃了 债最终没有要到 2021年开年后 何苦不得不想办法融资 帮人拍了两个宣传片 拿到几十万元酬劳后重新投入拍摄 这三年来何苦相当于设死了 每天在纪录片拍摄现场网络 很多朋友不再联系 甚至有朋友给他打电话 发信息等因为手机被设置成了镜音 而无法及时回复 很多人说何苦你身为导演 远程指挥就行了何苦守在那里 然而何苦却是这样回答的 一个纪录片导演 你如果说你进不下那期 你一天追求的是那些东西 你怎么去记录 你没法记录 你想想我24小时 我都要和我的作品绑定在一起 无论是创作后期还是未来 它都是绑定在一起的 我拍了一部还想拍的吗 大家观众一夸我 我更乃劲了你知道吗 那我天天去吃饭 我打着电话和摄像 你怎么去拍那是谁的作品 那不是何苦的作品 那是何苦投钱拍的作品 何苦的作品就是何苦必须全程参与 何苦导演这番话令人佩服 追杀人后期制作已经过半 到时候会将纪录片以中视频的形式推出 每集十分钟 总共不少于六十集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它肯定会带给你不一样体验 千万不要让最后的棒棒 两万六的悲剧重演 何苦导演也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 他需要吃饭 需要自今启动另一部片子的拍摄 不要把我塑造成一个好人 高尚的人 纯粹的人 我跟那些毫无关系 但是呢 我一定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 有时候现实不得不去妥协 没有 我的意思就是 我甚至说了 如果这个东西弄不好 它就可能是我最后一部纪录片 因为啥 你没有资金 没有啥 你大胆 不拍了 你不拍了吗